電競滑鼠 電競滑鼠 我對滑鼠 一直沒有什麼太 太高的要求 因為我自己的 我自己玩的遊戲 滑鼠 我覺得都還好 就好握就好 我自己現在用的這顆是邏輯 我覺得邏輯也蠻好用的 然後我以前是用那個 雷蛇的 然後在之前是用雜牌的 然後我之前為什麼用雷蛇呢 因為我2013年的時候 在打職業 7年前 打職業聯賽 然後那個時候職業聯賽 我們的贊助商是雷蛇 拿到一顆雷蛇滑鼠 然後那顆我用到2018吧 2017還是2018 然後後來2018進J-Team的時候 拿到了一組邏輯的 配備 然後這個滑鼠 就用到現在 所以我這兩年只換過兩顆滑鼠 讚 這7年只換了兩顆滑鼠 讚 然後我現在我這個螢幕是XL2540 BenQ的 ZOE的 那個時候是ZOE 那時候幫ZOE測試那個ZOE2代 然後他們 他們順便送我的螢幕跟鍵盤 然後椅子 然後椅子 就 我宿舍那個是 DX Racer的電競椅 那個電競椅也是 之前廠商給的 所以我是白嫖之王 然後這一顆 這一顆 這顆視訊也是 也是邏輯的 也是那個時候拿的 什麼叫電競乞丐 沒那麼慘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知道 你們應該有在看一些電競比賽 不管什麼遊戲 都好 你們應該知道隊伍 他們都有一些冠名的贊助場上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 但大家可能比較多不知道 其實有隊服跟隊鞋 隊伍的外套 隊伍的衣服都還好 隊伍的T恤都還好 但有 隊伍的褲子跟 隊伍的鞋子 你知道嗎 比較高級的一些廠商 廠商願意 比較高級的一些隊伍 廠商如果願意贊助的話 你那一些都是可以 找贊助商贊助的 但我那個時候 還在華裔的時候 是沒有贊助商的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的鞋子 我們的隊伍也就問說 你們喜歡穿什麼鞋子 然後後來大家要說Vans 然後我們那一季的隊伍也就是Vans 所以我的Vans也是白嫖的 然後牛仔褲也是白嫖的 我已經忘記牛仔褲是哪一間的 反正都是白嫖的 真的讚 撞住 講錯啦 贊助啦 這台南的耳機跟現在這個一樣嗎 對啊 台南跟彰化耳機是一樣的 我耳機只有一副啊 所以我如果回家 我就會把耳機帶回來 唉唷 我以為沒撞 QB就不是贊助了 哪一座耳機 我這一支是 耳機是我自己買的 耳機是那個Sennheiser深海的IE100 Pro 喜歡吃燒烤創燒類嗎 普通 沒有說非吃不可那一種 我這樣 唷 我的左手 眼鏡也是場上贊助嗎 當然不是 自己配的 但是 我進J-Team的第一個案子 我應該是2016 2017進J Team的 那的時候進J-Team的第一個案子 就是眼鏡 有興趣的朋友應該找得到 可能我在Facebook或者是在Twitch有放了 就是我有一陣子第一個合作是賣眼鏡 我有一陣子的合作是賣眼鏡 那陣子戴的眼鏡還真的是那間廠商 對啊,直播慢慢開一段時間 時間一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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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二槓今年沒打個人賽了 贏夠多了,要給別人機會了 耳機是電腦直推嗎? 對,我沒有買生卡 螃蟹豬也不能吃,螃蟹本來就很少吃 所以我也不確定現在可不可以吃 我去網路上查就是說吃蝦臉會腫 或者是全身會腫這樣 然後他們說是因為蝦紅素的關係 就是蝦子...我不確定是真的還假的 反正上面資料就是說蝦子死掉之後 那個蝦紅素會開始釋放 然後死越久你蝦紅素釋放越多 然後就很多人是對蝦紅素過敏 而不是對蝦子本身過敏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 我好像就是對蝦紅素過敏的人 我就吃到不新鮮了 可是...我記得之前有人說... 就我印象中啦,我也不確定聽誰說 反正就是不新鮮的蝦會很難剝 可是我記得我上次吃的蝦也是蠻新鮮的 不是,也是蠻好剝的 可是一樣會很癢 我沒有吃過龍蝦欸 我這輩子還沒吃過龍蝦 我很期待吃龍蝦的那一天 但可能不是近期 有攻上龍蝦嗎? 呃...期待那一天 歡迎廠商認領 歡迎廠商認領 然後我的過敏源 除了蝦子之外 還有一個 灰塵 塵蠻 塵蠻會還有超級超級超級無敵藥 全身會... 起疹子那一種 對狗過敏嗎?不會 可是... 狗就是...如果去外面遛狗 遛完之後 因為他們... 呃... 他們在外面嘛 他們都是... 他們又不像人類穿衣服 所以他們就是... 腳上面... 因為他們去外面遛嘛 就是他們去外面散步完回來之後 他們的腳上都會有一些髒髒的... 東西 小石頭啊 或者是泥土 或者是一些灰塵 然後如果你在摸狗的話 就是間接摸到那一些灰塵或塵蠻 所以... 有時候摸狗還是會咬 有裝空氣清淨機嗎? 這公司... 那個時候我還在J-TING的時候 公司有跟小米合作 然後小米有一台空氣清淨機 然後... 我們公司拿了一台 然後後來那一台... 現在在我解... 我解出什麼... 現在在我解出... 我自己就沒有了 我對錢過敏嗎? 你是問認真的嗎?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人 他們對錢的材質過敏 但我是不會啦 我對外掛過敏 因為他掛啦 先掛機 什麼叫幼白嫖 這個是物盡其用 那個時候是怎樣呢? 那個時候就是... 一月中一月底的時候 我們公司尾牙 那個時候J-TING尾牙 然後尾牙我不能去啊 因為剛好撞到我學校的期末考 公司就一直walk我也去嘛 我就說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我真的要考試這樣 然後後來公司又說好吧 然後那年圍牙就沒去 然後後來... 雅玲姐 就是公司的高管啊 雅玲姐就... 就... 打電話過來 然後就... 送了我一台空氣清淨機 因為這也不算白嫖啊 感謝雅玲姐好不好 這個算是我沒有去圍牙的一個獎勵 一個安慰獎 我如果去圍牙 我跟你講 那個現金十萬就是在我手上 真的 其他人都不用抽啊 你吃嗎 就... 你吃吧 每天很餓